代言人 龚俊 欢迎俊俊 各位这个直播间 咱们来到咱们ColorKey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龚俊 非常开心 今天在直播间与大家相聚 也非常开心又见到了我的杨阳哥 又见面了 而且今天我们俊俊整个造型非常的不一样 很流行啊 非常的青春 非常的时尚 非常的阳光 哎呀真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今天的这个服装特地选的这个啊 平时不太经常穿的啊 不太容易上升的这个粉色啊 主要是咱们ColorKey啊 这个颜色今年咱们主打的就是 跟ColorKey同一个色调 一个粉钻的感觉 一个粉钻的感觉 就是也是我们今天直播间这个的主题啊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待会慢慢给大家揭晓一下 哎呀你都黑客流程了 哈哈哈哈 因为确实在今年春夏的时候 大家都在啊关注哎 到底什么样的色彩能够代表 今年大家的潮流啊 ColorKey就非常准确的拿捏了这个品味啊 对 2024的春夏给大家带来一个粉钻的美学 而且主打出的一种这种叫空灵感 空灵感是什么 懂不懂 俊俊给我们解释一下 空灵感 我刚才学了一下 嗯 这个空灵感呢 就是一种涂上啊 比如说咱们ColorKey的这 唇釉 唇釉啊 这些涂上嘴唇之后 非常轻薄 哎很轻薄 很薄不太那么厚重啊 很鲜 非常的鲜 有鲜气飘飘 就是非常的一种空气感 嗯 很高级 是的 所以待会儿我们会在俊俊的分享当中 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 我们ColorKey今年到底要玩什么样的颜色 玩什么样的潮流 和大家带来又有什么样新的突破 那我们要准备了很多的挑战 还准备了很多这个杂志的现场拍摄挑战 OK吗 杂志的拍摄 现场就拍待会儿 要这个要露肌肉吗 要露腹肌 自己加棒 所以我们待会儿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中 一起期待惊喜的出现啊 先来问问俊俊 这次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ColorKey 你在你的印象当中 作为这个纯装的一个领导品牌ColorKey 它是什么样的你觉得 首先我觉得在我印象中 没合作之前 我就非常有耳闻 经常会听到 国民度非常高 非常有国民度 然后呢 这个颜色又很高级 这个我周围的这些朋友 然后我的同学 他们之前都有买过 是的 我是做过被调的 就是在选择代言之前 要跟很多朋友去讨论一下 是的 国民度知名度非常的高 然后咱们这个ColorKey的性价比也很高 是不是 让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都拥有这种美丽的 时尚的存在 时尚的存在 然后呢 又不会给大家一种负担 非常的青春 非常洋气 抓住当下的潮流 哎呀 就像这名字一样 ColorKey 最重要的是 怎么说 舍得砸广告 哈哈哈哈 帮我们代言人的广告 撒满全球好不好 对对对对 因为确实ColorKey 我觉得这名字 大家就顾名思义嘛 Color就是颜色的意思 是的 Key就是这个钥匙 关键所带 颜色密码 对不对 颜色的密码 颜色的密码 大家现在可能出门都不带Key了 但是一定要戴ColorKey 哎 是的 是的 这样你就拥有最时尚的颜色 咱们有这个便携装 对 非常方便 哎呀 你剧透了 待会给大家娓娓到来 娓娓到来 对ColorKey的印象 我要颜色玩得厉害 是的 而且它每一年都会有突破和创意和升级 哎 是的 是的 今年咱们有今年的主题 大家看到了没 哎 是这一旁吗 对啊 就是今年我们的创意 就是给大家一个破框的概念 破框啊 那最主要的是咱们主打一个空灵感 空灵感 然后配合今年 我今天都穿的这么粉呢 对吧 是不是 哎 也破框了一次 破框了啊 显得非常的年轻啊 非常年轻 所以每一年的升级都会有新的变化 那首先今年有个大升级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ColorKey之前经典的品牌logo 非常经典 升级到多么跨度之大 多破框呢 连logo都升级了 以前主打的是这个 咱们这个水波的感觉 哎 很有水波啊 水波感觉 今年啊 大升级 来 代言人 交给你 帮我们来仪式感觉揭晓一下 一 噔噔噔噔噔 哇哦 其实大家都看到了 背面全 是 但是还要你帮我们来翻一下这个牌 卖个关子 哎 这个新的logo 你的感觉是什么 哎 我觉得这个新的logo 给我的感觉非常的大气 然后呢 这个字体的设计非常的清新 啊 一看就就很明显 很明显 很明了 然后非常符合当下这个扁平化的设计 哎呀 扁平化 潮流思路 是不是 哎 大家都这么做这种这种设计 啊 但是呢 我没有自己的小巧思 你看这个Key 啊 这 整个的这个做了一些突破和创新 就是让人家一人能记住 你看他像不像这个像不像唇釉这个这个笔啊 两只唇釉放在这个Key上的感觉啊 对吧 所以我们新的logo 包括整个新的粉钻系列的诞生 希望能够在今年春夏陪伴大家 见证更多时尚和破框的这个画面 可养性 哎 谢谢俊俊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轮的挑战 干什么 首先有一个简单的快问快答 又来了 都是在关于时尚领域的问题 喝 好不好 看看我们俊俊到底对时尚的了解度有多少 没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问俊俊 在生活当中 你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时尚风格 我喜欢简单的 然后呢 轻松没有负担的 那不就是Key了Key吗 那不就是空灵感吗 就是空灵感 所以喜欢比较简单自然的 哎 简单自然的 然后 不太厚重 我个人平时生活就是喜欢简简单单的 像咱们今天的这些颜色 Key的颜色都非常适合 不管是这个日常生活 还是出席重要的活动都很合适 哎 比较百搭的时尚 下一个问题 请问俊俊 你觉得什么样的时尚单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加分的 时尚单品啊 比如说你今天造型当中 要加一个什么 你觉得会出街很时尚 你得看今天的这个 咱们今天的 dress code 主题是什么 是不是 哦对啊 咱们今天的服装主题 那肯定是要跟咱们color key有关 对不对 粉钻 主打的就是一个 这个粉钻的感觉 空灵感啊 所以我今天搭配了一个粉 粉粉的这么一个大衣啊 嗯 那有什么样的时尚单品可以搭配这身呢 时尚单品 今天最主要的是咱们这个color key 哎 啊 今天就是大衣 所以戴 简简单单的衣服 对吧 很赚的一个颜色 主要是为了衬托咱们 哎 哈哈哈哈 来 没关系 哎 衬托咱们这个color key啊 衬托color key的颜色 你要是平时 啊 单品什么的 初阶这个手表什么的 嗯 都得用上 啊 对吧 搭配一些 男生可能是手表啊 是的 但女生的话 我觉得可能时尚单品 就可能需要一支 啊 女生太重要了 哈哈哈哈 哎 我真的觉得女生很 女生很喜欢这个 好看的 这种空灵感的 这种唇釉 嗯 嗯 因为这种 她们包包里放起来也很合适 对不对 而且掏出来补妆 很方便 很时尚 哎 因为我今天哈 擦了这个颜色的 今天擦了就是我们的color key的新色 哎 你看这女衣服颜色真的 一模一样哎 哎 真的 无限接近 真的 就所以说这个 粉钻到底了就是 对 把这个粉 这个粉涂一身都还吃 可以 很好驾驭 因为确实粉钻 我们一会儿会再展开讲啊 它比一般的粉更加的有个性 涂了颜色 感觉这个 呃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嗯 整个人 所以粉钻的这个系列 也包括我们color key的这个唇釉 可以带日常生活当中包包里掏出来 也是你时尚很加分的存在 对吧 看我平时这个18岁 嗯 涂完之后一下变8岁 哈哈 看一下 变3岁 看一下看一下 好下一个问题 这关于颜色了 要问一下 你自己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皮 我喜欢蓝色 啊 因为我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蓝天白云的感觉 季风蓝 季风蓝 嗯 今天啊 有小小丝的 怎么讲 今天咱们主打一个粉色 大家看到了吗 啊 这个粉色搭这个牛仔裤啊 蓝色的牛仔裤 哈哈 也非常的搭配 对不对 也非常的搭配 其实在俊俊带领下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看 俊俊的这个日常的穿搭呀 包括杂志的一些造型 哎呦 去借鉴一些 各种不同的男生可以去学习的方法 那其实我觉得在俊俊代言之后 我相信color key也会把这个 破框的思维带给更多的消费者 是的 大家一起去突破 可能有些颜色你日常不敢驾驭的 比如男生不敢驾驭 但我今天擦的这个 其实它没有什么颜色 对 没有什么负担 而且它很润 就是 就涂上来 就感觉嘴巴 很空灵 但是变得很年轻了 感觉 哎 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 破框表达自我 其实我觉得化妆这件事情 包括穿搭 是自我表达很直接的一个方式 第一印象就是 他穿什么 他化什么妆 哦 化什么样的妆 你说女生 会决定让别人对你的印象 对不对 你会这样子吗 但现在很多男生也会化妆 是的 嗯 就是日常啊 然后呢 其实有的时候 你不管是干什么 出去跟朋友吃饭 嗯 约会 就是 可能就是 会这样 化了妆会让自己更自信 对 自己心情更好 然后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嗯 是 然后呢 这个 像我今天 这个盛装出席 也是对 咱们Color Key的这个颜色 也是对大家的这个尊重 对我们眼睛好 哈哈哈哈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小小的测试题 我们准备了很多 大家印象当中的粉色的色板 其中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反复强调的粉钻 请问 代言人工俊 谁是粉钻 你能一眼认出它来吗 这么多粉 哦 这么多粉 啊 哪个是粉钻 这还用说吗 哪个是粉钻 呃 这个 哎 虚晃一枪 这个因为跟我这个差不多 因为我今天还特地做了功课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粉钻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咱们这个今年的主打的Karuki 主打的一个颜色 这个粉钻 大家看它这个中间 这个色度就比较合适 哎 怎么讲呢 饱和度不会过于的高 哦 不会特别的抢眼 对吧 这个是火龙果了 这个有点像我之前穿过的衣服的颜色 对 然后呢 也不会太淡 太淡的话呢 可能这个要是擦了这个唇 又嘴唇可能有点没有那么的年轻 是吧 这个像这种这种颜色呢 就非常适合啊 平时这个生活啊 还是去上班啥的 通勤都很合适啊 对吧 这也是为什么粉钻在今年会这么的受欢迎 哎 是的 而且就它名字而言 我觉得粉色大家会马上联想到温柔 还要喝 我刚之前我做过功课 怎么说 你知道吗 嗯 我问了哈 那个珠宝 粉钻 嗯 非常的贵 哈哈哈哈 你看这男生考虑问题就是比较的值给 很贵 很贵的 就是从这个收藏意义上 粉钻本身就值得收藏 是的 啊 然后从美学的角度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像名字一样 粉色是代表温柔啊 甜蜜啊 啊 那钻石它其实很有硬度 哦 很有个性 哦 对不对 所以粉钻这个颜色在日常当中比较偏中性一点 就是刚刚俊俊说到男生也可以去嫁衣 也会很出场 是的 是的 男生嘛就选的不要那么饱和 嗯 就是别颜色不要那么浓就行了 就像我今天选的这款 是的 二 哎 待会再讲这个色号 保密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 先留个神秘感啊 在今天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去get你心中的粉钻 你喜欢的颜色 马上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好吧 来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今天俊俊的 这个应该是你同款色 对啊 是的 二四五 今天我就是擦的这个二四五啊 专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优秀的代言人 先给大家 直接上小块 看一看啊 哦你好专业啊 啊 咱可是有经验的啊 嗯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俊俊同款的这个二四五的唇釉 这个其实是我们开了可以非常厉害的丝容唇釉当中的年度新品 哦 是的 这个新的就是我们刚刚粉钻系列 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有这个粉色当中带着一些气场 包括有一些很空气空灵感 很年轻的这种活泼的这种感觉 是不是 很适合今天的主题 看到了吗 这个颜色 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 拍广告就得这么拍啊 这么拍 我跟你说啊 哈哈哈 告诉你 把这个手再再图宽一点啊 再图宽一点啊 哦 这么拍啊 这么展示 哇好专业啊 我们代言人 男生就这么展示的啊 是吧 你这个颜色给你什么感觉 肉眼看到的时候 看我今天就是涂的这个颜色嘛 就是你不要把它涂的太厚 因为它本来就很这个空灵感 而且很容易显色 不用特别厚 不用特别厚 不用涂很多层 就是你轻轻这么一涂 它就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延展性 啊 对 非常的丝滑 非常的丝滑 丝绒的感觉 对吧 这么薄薄涂一层 然后呢 嘴巴也持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然后还有 还有点这个 青春亮丽的颜色 很春夏的颜色 很春夏的颜色 对吧 春天来了 夏天也来了 哎呀 太懂了 就是很丝滑的这个质感 会让大家觉得 它很香啊 像蛋糕 哎真的 这什么味道 这你定义一个吧 像个蛋糕的味道 蛋糕的味道 那它就叫蛋糕味 哈哈 因为确实 唇膏的这个 唇幼的质感很重要 大家 好香啊 忍不住想要咬自己 甜甜的感觉有点 因为唇膏的这个 唇幼的一个丝滑质感 能够让大家再接触到 你的唇部的瞬间 有一种就是 唇幼在你嘴上融化了的感觉 哎呀 我难过我今天 我难过我今天嘴巴干 嗯 就一直舔它 因为它太香了 所以这个245 是今天俊俊同款的 我们的Color Key的 年度新色粉钻 是的 这款也比较适合男生 平时涂一涂 是吧 大家可以来 245 P245 P245 大家可以来get一下 这个 而且它确实能够刷新 大家以往对粉色的认知 让你觉得粉色可以变得 原来也是酷酷的 很有个性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颜色 下一个是什么色 好 这个就很经典了 很多喜欢Color Key的宝宝都会入这集 608 608 来 是 简称是不是焦糖色 对 你真的很懂 那可不 给大家上手 看一看 大家太专业了 我这有个小巴 遮一下 小时候玩烙铁烫的 看看 这个就偏深一点 是不是 很丝绒的唇釉 这个就偏深一点 这个我感觉气场是比较强一点 对吧 你说对了 是吧 这个就很适合亚洲女生 然后它整个会让你觉得在通勤啊 上班啊 生活当中都很适合 很有干练的那种感觉 像职场上班的 这个有的时候需要在这个 班光室中表现 展现出自己 非常专业的一面 那么这个打扮 穿着打扮 有的时候也很重要 是的 就可以用608这种很有气场的 这个焦糖红棕色系的这种 唇釉来打造这样的妆容 R608 R608 一秒变领导 这句广告语非常好 一秒变领导 让你很有时尚的领导 是的 又很有气场 而且它这个真的是 很多宝宝涂了之后 你涂一次啊 就会被问一次 这个颜色太经典 不过时 是吗 很多人都会说 你今天这个唇色是什么 真好看 就会想要去get同款 这是什么香味 这个感觉 是不是香味跟之前不一样 我不知道 已经混在一起了 两根香味 是焦糖的味道吗 好像也是很甜甜的感觉 也很适合大家在春夏来get 是的 接下来到我们Color Key的小黑镜唇釉了 哎呦 喝 这个真的是美到离谱 这个 这个你手上是不是涂不下了 来 你涂在我手上 喝 你涂这 给杨阳哥展示一下 来来来 给大家看一下 哎呦 这个感觉更粉 哎 你可以涂这 是不是 咱就说 来 哎呦 我天 是不是 很有镜面的感觉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颜色挺好看 是不是 这个给你什么感觉 看到这样的一个唇色的话 这个感觉 这个小女生的感觉 很减零 感觉 比我这个颜色 刚才涂的这个叫 比你的245 245 还减零 还要更轻易的 那我涂它了 更透一点 哈哈 就是很轻透 很有空灵感 空灵感 啊 真的 哎呀 我天 待会就给杨阳哥上这个色 就这个了 然后这个你不觉得吗 就是涂这样的 它的专业的名称叫做白桃茶凍色 哦 是有点像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也很爱喝这个桃子味的饮料 是吧 我很爱喝 然后呢 是吧 它那桃子味都是一个颜色的 那你涂这个吧 所以这个白桃味的话呢 就是像这个春天 不是 白桃茶凍色 白桃味都不来 白 它味道不一样 嗯 白桃茶凍色呢 就是特别像水蜜桃的感觉 真的 有股这个春天的感觉 啊 铺面而来 铺面而来 对 而且它这个 这个味道不一样 他们还做了 味道的 香气都不一样 这就是细节 好的品牌 颜色要选的好 真的不一样 设计做的好 连味道都不能放过 香味很重要 哎呀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果冻感的这个刚刚轻轻给我们展示了777啊 这个色号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哎 它这个我我觉得这个也应该男生也应该能涂感觉有点中性感 是的 因为它都是我们的粉钻系列 感觉颜色饱和度不是那么高 嗯 不像这个焦糖可能男生有点 有点重了哈 整个因为是一个镜面的玻璃的一个质感 所以它更有一些春日的那种清冷的 是的 我想到一个主意 怎么说 待会下嘴唇涂焦糖 上嘴唇涂777 你说你吗 你 混搭叠图 这都不是叠图了 就是分开图 所以这个是一唇风鲜的颜色 小仙女们可以入这只 你要喝这个 这真的很青春的感觉 一唇风鲜 风的什么鲜 风的是什么鲜 水蜜桃鲜 俊贵鲜 谢谢啊 新鲜的感觉 所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我们在Colorkey的家族当中 除了刚刚分享的三个唇釉 让大家很喜欢 还有就是我们Colorkey的唇鹿 唇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存在了 哥 唇鹿和唇釉有什么区别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科普一下 唇鹿的感觉 就听它的名字 更水润一点 水润一些 更日常 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它的这个 陪伴感 包括百搭性更强 我们先从这个334给大家来看一下 334 唇鹿 水雾唇鹿 所以有什么区别呢 请你感受一下 来 给你涂一下 对比一下也可以 334的颜色 这个感觉是更润一点 是不是 等一下 我再来一笔 很专业 首先它上唇的时候 非常的 好香啊 我天 君君是一个香味爱好者 所以你看这个 它上皮肤之后呢 非常的水润是第一 然后我们待会给它待个一分钟左右 它一秒就会变成水转物的一个哑光之地 给它待一待 它待会慢慢就会变成 我涂得比较厚实 是的 就会变成哑光之地 让大家在日常的这个 很多的场景下都能够去搭配和使用 334的这个颜色 334 嗯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今年在卡拉基的粉钻家族当中 很受欢迎的一个色号 这个像个什么糖 334 这个什么糖 甜有点 定义一下 而且你不觉得这334 它有一个特点吗 有个优点 这个也不厚 你看它都已经变雾面了 已经变 已经 已经转悟了 但是我们下面这个就是它没有这种 对 镜面的它还在这里 bling bling的 bling bling的 所以就看你要需要什么样的 对吧 哎呀你好懂啊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打造bling bling的妆容 就可以用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小黑镜的唇用 小黑镜的唇用 然后如果想要雾面的比较哑光高级感的唇用 就用唇用唇用 唇用 这个刚刚我们试的是334的颜色 334的唇用 我们再试一个 这个会让你惊喜的 来 瞅瞅 来 瞅瞅这个啊 为什么进去 这个是332 332颜色跟334会很不一样 你可以往上涂一个 哦呦 这个感觉 是不是 稍等 再来一下 这个比较的有 活力的一点 对不对 是 相比起来 它的色调更加的偏 啊 橘色一点点啊 更加的有活力 是的 是的 更也 那个 宝盒度要稍微更高一些 是不是 也很春夏 很很青春 这个颜色 对 很青春 特别是大家很多上班的宝宝啊 包括很多学生党 经常就是容易 比如说我想要裸装 有一个尾素颜的状态 很自然的就出门 那你选什么样的 这个唇膏来做搭配呢 就可以选我们这个 啊 唇录当中的 刚刚说到的334 还有我们的 啊 应该是叫332 332 332 因为它们都非常的自然 很日常 而且你看它 有没有一点点显白 是哦 杨哥本身不是一个 那么白的一个肤色啊 但是对比之下 你看在镜头上 会让你整个人显得 日常的这个颜色 非常的健康 人的气色会显得比较好 人的气色一下就提亮出来了 所以它就比较不挑皮 哦 是的 无论 感觉这三个色 杨阳哥都很合适 待会都要搭配起来 主打一个七个颜色都涂嘴 像左嘴唇 是这个 刚刚讲到的这个 小黑镜好吧 然后按左肉 粉牙再涂一点吧 好了 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了 我们的Color Key 新的粉钻系列当中的唇釉 有三个很棒的色号 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唇露 也是在日常当中 大家可能很适合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让 俊俊来做一个 小游戏 准备了一个画板 今天不一样了 怎么够玩法 今天要请俊俊用唇露来画 画画 先用一个刚刚删到的黑笔 来画一个基本的线条 自画像 然后你用我们的Color Key的唇露 来画口红 我今天要是画的好看 这就是我 画的不好看 这是杨阳哥 可以 你先画一个 先画一个头发吧 Q版的吧 咱今天不能太剪笔了 因为毕竟是在直播间 这么多人看着呢 可不得吗 可不得吗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 跟我们互动 你喜欢刚刚 刘海得要吧 对吧 刘海 就刘海 狗啃的 我们一会给大家看看 用这个唇露来画画会是什么 画个呆萌的这个呆萌的脸型 画个大大的眼睛 那就不是我了 那就是你了 不行 黑眼珠得稍微大一点 因为不然的话 这个很深邃的眼神 眼睫毛再整点 弯一点的眼睫毛 哇哦 好细长 这眼睛一大一小啊 你要给自己流出 那个画纯录的空间啊 画一个立体的鼻子 好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 给俊俊出主意 想要哪个色 哎呦 对吧 今天咱们主题是Color Key 嘴巴得大一点 上嘴唇加下嘴唇 都得画出来 哎你画功有点进步 当说不当说 深造了的 这真的有点这个初中生的水平了 画队有福气的耳朵 以前是小牛生的水平 画得好看不 好看 待会给评论区来见证 点个字 好可 那稍微画一个 哎呦来咯来咯 这是今天俊俊现场画的一个 谁呢 明明是你自己自画像 Q版自画像 画了一个香肠嘴 很有这个性感的空间 简称嘟嘟唇 嘟嘟唇 哎呀 那我们让俊俊用我们的唇录来上色 好吧 刚刚有两个颜色 你看上一个是332 下一个是334 选哪个 我给自己演 要不就稍微咱们饱和度别这么高的 好 那就334 好不好 对对对 好 毕竟是男生 是吧 好的 咱慢慢破框 还是主打一个 不要 这个还是这个低调一点 好的 粉钻就能满足你的低调的需求 是是是 你可以这样画 好好画 我怕你那个 什么意思 我怕你拿着 我怕你涂不好了 哎呀 这小嘴唇长得多好呀 你看看这小伙多标致 我天 再加上这 Color Key的 哎呀喝 334 绝了 哎呀 这334 哎呀 我天 哎呀 好看 哎呀呀呀呀 精致了啊 还有什么呢 画个小彩虹吧 好 今天啊 被这个去了一趟拉萨 哈哈哈 晒了一点小彩虹 晒的有点 有点喜气洋洋的感觉 哈哈哈哈 哇 而且我们的唇录真的是上色非常easy 你就夸 嗯 真的 我就听你夸 而且整个人就真的气色好 而且显白 哎呀喝 啊 这能不白吗 状态老好 这还能不白 这画白都白了 你自己拿着这个作品给大家截个图吧 好吧 哎呀 你签个名吧 这么好看的 这小伙 自画像 在右下角 哎呀这小伙这是哪家的小伙呀 Colorkey家的呗 哎呀这是哪家的小伙 Colorkey的全球代言人 长得这么标志啊 我天 哇这个今天的整个可可爱的Q版俊俊 肤色也非常的健康 唇色也非常的时尚 啊 拿捏住了我们2024年的新色号 对不对 哎 我冲了图这个早上金主爸爸会开心吗 超开心 爸爸在那乐呢 哈哈哈 不会不满意吗 哎 你你刚刚在图的时候感觉什么样 那个我们的唇录上 哎 上手的感觉 好图吧 很容易 这个因为他这个 他那个 图的那个刷头是那个丝绒的感觉 很丝滑 啊 给我那个化妆师给我今天上册的时候 感觉到了很舒服 哎 就很容易就推开了 是的 非常丝滑 然后接触到嘴唇的时候就能够一秒融化 主要是这个小模特吧 长得有点 嗯 过于脸有点大了 哎 这不是Q版的吗 Q版就是有服务器啊 行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给大家过了一段时间 你看他已经慢慢的也开始有一个这个水转物的一个质感了 更加高级 是的 融入了肤色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推荐纯露给宝宝人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Colorkey的纯露有一个很厉害的特点 它这么容易上色 这么的水润 它竟然不沾杯 哎 哎 嗯 因为它等它变成雾面哑光之后呢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无论喝咖啡啊还是 那我去吃个火锅怎么办 火锅肯定有点过于重口 对吧 就优雅的喝个下午茶喝个水什么的 不会出现这个沾杯的 不会有负担 不会尴尬 不会尴尬 让大家就是很 能够持久的在你的嘴唇上呆着 然后颜色很好看 所以推荐给大家 然后我相信很多宝宝 我们先把这幅名座收起来 很多朋友可能听完之后会说 哎呀 是不是评论区会有这个同样的选择困难综合症 说每个颜色都好看 俊俊试试过的颜色都想拥有 或者会选不过来 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Colorkey给大家带来了我们这个纯露的一个mini的礼盒 这个都不了 对不起 这个可以打扰了 mini的一个纯露的礼盒 哎呀 这个包装 我今天拍广告的时候 我就感觉很高级 是的 它做的很像一本书 是不是 可以像个杂志一样 像一本杂志 给大家看一下 mini的像一本字典一样 像一本字典 你看看 而且这个 贴不贴心 它这个是一个这个便携的设计 对吧 放小包里都很合适 是的 颜色好多 是吧 而且拥有这个mini的纯露之后呢 大家就不用怕说哪个颜色我选我我我遗漏了或者是我没有拥有它不会一刻一网打进全部拥有哎呦 是不是给大家 这个包装好看呢 我觉得是吧 是的 非常粉钻系列的 哥你今天衣服也太配了 是的 一样的 这个礼盒就是我们的mini纯露礼盒啦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来get同款啊 是的 这个这个里面有六个颜色 嗯 六个颜色 不用选啊 接着我们刚刚讲到了纯露 下面我们再讲最后一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单品 也是刚刚俊俊讲到嘟嘟唇必备的神器 哎呦 啊 我们的3D嘟嘟唇蜜来了 哎呀 天呐 哎 这个真的是很多这种 一定要给洋洋哥尝试一下 哎 你给大家看一下它上色的一个感觉 OK 哎呦 嘟嘟嘟 厉不厉体 这个有点厉体 这个色号是G06啊 G06 这个也很香 它的颜色有点偏莓果色调 啊 我们给个镜头看一下 这个有点像我之前穿的那个大衣的颜色 是不是 莓红色 是不是 对对对 有点是吧 莓果色调的一个存在 然后它整个呢 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原本我们很经典的嘟嘟唇的这个基础上面 加入了粉钻的一个特点 就是一抹即便它是嘟嘟的 但是也有清冷的一个感觉 时尚度还是在的 哦 是 这个我感觉适合这个深色衣服一点的是吧 有道理 会不会 嗯 你觉得呢 日常整个搭配如果比较偏深色厚重的 对 你可以通过一个嘟嘟唇让它拖框出来 提亮一下 然后轻薄的这种之前的这几个 嗯 就可以穿一些这个像春夏的这种非常有青春活力的衣服是吧 哎 真的 我们代言人帮大家连穿搭场景都想好了 哎 而且大家看这个G06的这个莓果色调啊 它比较的Q弹 真的是像名字一样有点果冻的感觉 就是它因为它这个图上去它这个非常的立体 嗯 感觉这个感觉比之前那个要厚一些 比之前的 对 咱们的唇佑是吧 所以很适合如果大家想要在日常的装造当中打造说想要自己的唇部变得更加的立体 有这个是吧 啊 非常饱满的感觉就可以选我们的G06 啊 G06 哎 杨哥你的嘴唇属于嘟嘟唇吗 我应该不算吧 什么样才是嘟嘟唇 来评论区告诉我们谁的嘴唇 是这样 撞嘟嘟的吗 那个那个电影看过没有 东斜系度里面梁朝伟的那个 那也太夸张了 那是过分的嘟嘟唇了 那也太夸张了 这是那个比较饱满一点 但是如果有些宝宝其实嘟嘟唇的人反而不需要用它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够立体了嘛 哦 对 反而是有些可能在嘴唇别想要追求一个嘟嘟的感觉的宝宝可以去用它 哦 是 让自己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更加水润Q弹像果冻 更加立体 更加饱满 是 然后还有我们的空灵感 最重要的是空灵感 对因为很多人在日常的装造中就很怕的是过于甜美 或者过于这个厚重 对厚重 或者是有点油腻 很多人怕这个唇蜜油腻啊 哎呀可不行 这可不行 这可不行 Cara Key就不会有这个单忧 太重要了 没错 而且我们新的粉钻系列就是在粉的基础上 哎 帮你去油 非常的高级 非常的高级 颜色非常高级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让俊俊来玩 接下来的一个挑战了 刚刚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唇釉 唇录和我们的唇蜜都介绍完了 怎么着 有三个困难场景 需要俊俊来帮我们做一个推荐和介绍 我们准备了刚刚分享的一些色号 你可以来做一个即兴的搭配 好吧 场景一 你拿这个 什么 连加了七天班 我天你也太惨了 这不就是你吗 我没办法 你都加了七十天班 我没有办法 连加了七天班 想要一键去除班位 班位是什么 呃 就是上学的 上班的味道 上班的味道 身上很披露 怎么办 选哪个颜色 咱就说 刚才已经说过了 是不是啊 小课堂 咱们这个代言人 Color Key小课堂 咱们就说了 这个刚才的334呢 非常适合上班 334 一秒这个 这是领导的感觉 是不是 咱们既然 但我们要去除班位 对 咱们不是已经这个下班了 对吧 对对对 还不让咱的日子 这个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 小日子过起来 这个 选哪个 选一个 这个吧 跟我今天颜色一样 对吧 同款 轻轻松松的 没有任何负担 非常的年轻 把它贴在 贴在它的尾巴上吧 就245了 非常的年轻 有活力 哎呀 24年不得245吗 24年那还不得选个245 是不是 24年就是我 是吧 就是你 宝宝们 24年就得选他 所以这个就会让大家 我觉得这个颜色选的很对 就像今天俊俊的这个颜色一样 能让大家把这个上班的阴霾给扫掉 因为 涂完之后就感觉会很青春 这个嘴唇 因为比较这个 这个颜色比较的活泼 是的 是吧 而且 朝气蓬勃 没错 很春夏很有活力 这个 一扫这个上班的不愉快 哎呀 连加了七天班 真的 怎么会 这谁受得了啊 重点是还没加班费 哈哈哈哈 那也更惨 那也更惨 希望大家都有加班费 来我们再看第二个场景 啊 初见crush 准备一举拿下 啥是crush 初见crush crush是这个 这个 轻心这个 这个就是自己 自己的这个 这个叫初恋 心仪的对象 哎 心仪的对象 初不初恋要看你的努力了 哎 有个 有个词和这个发音非常像crash crash crash 撞车 我之前还跟音乐老师这个学了这两发音有点稍微有点不一样 哎 我们今天如果你选了我们colorky 你就不会撞车 但是你会get你的crush 哎呦 你有punch like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因为确实 说唱了 大家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选对一个这个 呃 纯色 这个很重要 对 对吧 crush能够 怎么能够 杨阳哥 选哪个 今天见这个自己心仪的对象 选哪个 那可不得好好打扮一番 对 有什么建议 哪个颜色 这还需要说吗 哈哈哈哈 对吧 咱们就称之为展男色 哇哈哈 334是不是 334啊 哎呀 这个这个上班嘛 要变领导 哦 刚刚说他很有气场的 很有气场 嗯 一看这个女生 真的 OK 一看这个女生 就特别的 有个性 有个性 啊 能够吸引 这个男生啊 一看就不得了 过目不忘 男生一看啊 天哪 怎么这么有吸引力 嗯 这个 这个嘴唇 颜色啊 就是一看就非常让人 有品味 有品味啊 所以334的这个唇录 color key的唇录 推荐给 想要在这个 遇到crush的时候 给大家留一个 很好的印象 就因为这个 第一次见面嘛 对吧 咱们还是不要图这么 这个 稍微不要图的 太淡了 啊 对吧 太淡了 怕万一这个印象不太深刻 咱就涂一个颜色 稍微这个 有气场 而且我觉得第一次见面 拿出气场 会让别人觉得 哎 这个人我要慎重对待他 哦 是的 尊重这份感情 尊重这份感情 所以推荐给大家 P334啊 如果在这个日常的约会当中 可以推荐给大家 最后一个 我们请俊俊来帮我们选一个了 就是姐妹套聚会的时候 如何拍出时尚大片 刚刚我们有推荐两个 姐妹套聚会 嗯 拍出时尚大片 哎 哪个颜色比较好 嘟嘟唇好不好 这还不好选吗 嗯 咱们就是说啊 嘟嘟唇 这个一定要选上 机灵六 这个哈 姐妹 我知道哈 咱们身边这些女性啊 这些同学们啊 是的 咱不能输 哈哈哈哈 咱们这个和好朋友聚会拍照 也不能输 哎 有好的状态 万一合照了 对吧 发到朋友圈 你的crash在了 对不对 这还得了 那必须得涂上一个 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嘟嘟唇 又水润 又有嘟嘟的这个立体感 对吧 泼上照片之后不能输 嗯 咱们就是主打一个 跟好朋友啊 这个好姐妹之间 这个出去聚会也不能输 没错 咱们一定要赢 拿捏这个空灵感 对不对 既然决定要聚会了 咱们就得有这个认真准备 认真对待啊 认真对待每一张合照 谢谢 谢谢俊俊的分享 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了 三个简单的建议啊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 分享你对这个颜色搭配的 一些想法啊 是的 然后刚刚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在这个唇装的部分 Color Key今年在24年 推出的这个粉钻系列的 各种各样的场景 无论是唇右啊 唇入还是我们的唇蜜 一定有一款适合你 接下来要问一个俊俊的时尚的问题了 我们刚刚讲了都是在唇部的部分 那你觉得在日常的妆容当中 还有什么很重要的细节 需要大家再注意的 眼睛这一块吧 还是眼睛 眼睛这一块 包括眉毛吗 眉毛就是眼睛这一块嘛 对吧 就是眼睛这一块非常重要 因为呢俗话说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这一块非常重要 然后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拍戏哈 那个这个摄影老师特别喜欢给这个特写 有的时候眼睛这一块非常重要 所以美眼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好的眉毛 我觉得它可以让你的脸型都有一个修饰 哎呦 对的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是谁 这是我们Color Key的这个新包装的这个眉笔 是的 传说中的小金块升级了 这个野生眉眉笔 哎呦太懂了 画出来的都是根根分明的野生眉 这我还能不懂 而且这个颜色真的太好看了 粉钻系列 小金块变成了这个小粉钻块 哎呦 它是两边都能开的 没错 双头的 双头的 一边是刷刷 还可以输一输自己的眉毛 嗯 让自己的眉毛的眉型更加的颜色更均匀 啊 是 然后再补一补 嗯 把自己的眉毛更加立体一点 而且这个也是刚刚给大家介绍 男生也可以来使用我们Color Key的眉笔 啊 男生 对 男生也可以使用 眉毛很重要 男生的眉毛可能比嘴唇还重要 是吗 因为男生有一个健眉 就是 这怎么办 用我们Color Key 哎呦 我眉毛长得很好 怎么办 你够了 哈哈 哈哈 就是自己本身就不用怎么画两笔就画完了 对不对 看玩笑 看玩笑 因为确实Color Key的眉笔很好上色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游戏啊 我们准备了一个Color Key的一个logo 要让俊俊用眉笔 一笔 把这个logo画完 好吧 挑战一下 什么意思啊 就是写一个书法字体呗 可以啊 自由发挥 但是要一笔完成 好吧 一笔完成 主打一个流畅性 流畅 对 好上色 咱们写上 Color Key C-O-L-O-R-K-E-Y 签个我自己的小名 这个真的 哇 连签名都非常的出色 看色老好了 Color Key 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对于很多手残档很友好 这个你看看 它这个就是 真的很像眉毛的感觉 嗯 干干分明 做的啊 就毛流感非常强 啊 所以大家如果 即便你平时不太会化妆 容易手抖的 你不担心 啊 就我们的小方块 它是个方形的 你握在手里不会滑 哦 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你就会很稳嘛 化眉的时候啊 哦 所以这个也是推荐给大家 我们新升级的 粉钻系列 小听话 包装全新升级 啊 平时还可以当环保块 哈哈哈哈 这倒不至于吧 开玩笑 好的 那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 Color Key的这粉钻系列 还有一个刚刚也讲到 眉眼部分 除了眉毛很重要 就是眼睛 哦 眼影的部分 我们今年也给大家推出了 七色眼影盘的新色 哎呀喝啊 这不就来了吗 哇 有的时候啊 眼睛这一块 真的太重要 因为我那个 呃 我出去不同的场合 包括男生 嗯 啊 有的时候 眼睛这一块都会隆重的 非常重要的去加强一下 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增加一点气场 嗯 有的时候去出席一个非常轻松的活动 这些东西 像女生 呃都很重要 是的 而且我们的Color Key的这个眼影盘 有一个好处是他一盘多用 像刚刚俊俊说的在眼妆的部分可以来使用 你可以把它当高光啊 像这个比较浅色一些的当高光 这俩就可以当高光是不是啊 还可以当腮红 哦对这个可以当腮红 对 还可以当那个bling bling的一个眼尾的一些 这个能当阴影不 完全可以 啊 真的这些好厉害 就深色可以当阴影 所以一盘在手 搞定 哎呦 握蚕 高光 你看看阴影 这个出去去KTV唱个歌啊 唱个歌什么的 涂点这个颜色啊 眼睛就会非常bling bling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新的一盘 七色的Color Key的2024的 我们新的粉钻系列的眼影盘 也可以帮大家搞定 所有你在不同场合 眼妆部分的一个小需求啊 是吧 这么多颜色 怎么涂都行 怎么搭配都合适 掌声鼓励一下 我们俊俊通过了所有的小挑战 好的 好了 今天我们所有挑战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福利了 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礼盒 哦 刚刚有mini的礼盒 呀哈 马上有我们的粉钻礼盒要登场 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欢迎它 看一看 哇 想要拥有 好实用 这里面尤其是我特别想要的 因为这个夏天拍戏 必须得有小风扇 这个风扇太想拥有了 太重要了 保命的东西 而且保命也是不用那么严重吧 而且它这个整个礼盒包装那种杂质感 就是很时尚 你放在家里都 太高级 显品味 为什么 因为它是 风面好看 工俊代言的 对 风面也很好看 是不是 所以大家可以在今天我们的直播过程中 来get你心仪的礼盒 而且我们稍后的时间呢 还会有机会给大家送出五款 刚刚给大家分享的粉钻礼盒 怎么送呢 稍等一下 一会儿来跟大家揭晓 哎呦 接下来我们刚刚所有挑战完成 马上要进入到我们刚刚开始给大家介绍的杂志大片 潮流大片拍摄的环节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点稍微无法施展 我们去到下一个神秘的空间 走 咱们空降到下一个地点 那你打一个响指我们就走了 我们去到八 看完 八零 看完 下一个地点 哎呀 这是到哪里了 哇 好洋气啊 天哪 真的可以拍杂志大片了 这里 这就是个封面吗 我在画面里都是多余的 先拍 怎么着 怎么拍 我给你出题 总共会有几个关键词 然后你帮我们来一一完成 先是第一个道具 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我们今天要破框的感觉 打破框框 让我们 代言人破框而出的感觉 我们要准备开拍了 第一个就是破框的Color Key 2024粉钻系列 再变一个真破框了 真的是 来个酷一点的 酷一点 哇 好看好看 那我们要反转一下了 要干什么 能不能来一个手指舞 手指舞 对着这个机位 来一个手指舞 是那个我之前玩不会的 你可以自由发挥 看着这个 怎么个玩法 我不知道 一二三四五六六七 不知道怎么打玩啊 哈哈哈 就这么敷衍的一个 不会玩手指舞 那我们就下一个 没关系 下一个 摆拍一个吧 摆拍一个情绪大片 哦 情绪大片 就有很有很有氛围感的 就像封面一样 哎 像一个就是我们Color Key的年度封面 来看今天 今天是一个忧伤的雨天 啊 对 今天啊 这个这个 这个手是有的时候 是主打一个配合 主打一个氛围感 主打一个植入 有的时候 哇 那我们先从一个温柔的 然后转换到一个 温柔的转换到 酷的眼神 好 好 来 三 温柔的 温柔变成酷 先这么来吧 拆个口袋 来 三 二 一 温柔 变酷 我这个评论区要疯了 这个 真的一秒可以切换 怎么做到的 这个 剧组练的人 都拍一拍 就会了 下次代代我 下一个第三关键词是侧严杀 这个你专场了 侧严杀 杀我们一下 然后你打个响指 我们会有一个很酷的特效 来 三 三 二 一 布丁布丁 我们的粉钻语来了 哦 粉钻语 大家在屏幕前的宝宝们都能看到 就像我们第四个关键词了 我们要请俊俊用我们开了Key的粉钻系列的新品 给大家来一个三连拍 这个太简单了 这个你擅长了 自由发挥 先来这个一个的 因为它是一个咱们的这个唇釉 我们就放在嘴边 哎呀 太会了 一 好 那来第二张 第二张 然后呢 这个咱们就是还是唇釉 有两个唇釉 我们就主打一个手部再加一个手部动作 不行不能太夸张了 等一下 这有点难把控 等一下 logo 还照顾到logo好专业 对吧 这么难 这么难 主打一个先不看镜头 哇在沉思的感觉 对 好看 哦帅帅帅 那第三个 第三个 那我们就这样把产品推出去啊 把产品 比个心好吧 啊 比个心 用产品比个心 产品比个心 加上你的手 哇 你的脸就是心 啊这样吧 行吗 可以 哦不对 这有点 这样 三二一 哦帅气 大家收到了 俊俊的心了吗 哇 希望那个 把这份 非常粉钻的这种 甜蜜 包括粉钻的这种 独一无二个性 传达给大家 传递给大家 是的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 我们来个那个吧 那个有点魔法的 东方 东方月初的感觉 哦 想施展个魔法 诶施展魔法 然后把这个 color key变出来 想象羊羊哥 就是最终大boss 哦 给灭了 来一个那个 这个很简单 有点魔法 因为后期家特效 转一圈 对吧 然后就把 这个神火给打出去 耶 太棒了 希望大家拥有这个 又是一门脸了 那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完整的 好不好 完整的 一二 来 yes 其实有点风机 给我吹一下 来 我给你吹一下 给你吹一下 好了 我们今天在现场的 这个潮流大片 重要的目的是 希望能大家感受到 我们color key变 2024年带给大家 不一样的态度 粉钻的这种空灵感 全新上线的 这个粉钻感觉 空灵感 就像我们代言人 俊俊一样 时尚度拿捏了 而且也给大家 每一次都有新的突破 新的创意 是的 然后这边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color key 刚刚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粉钻礼盒 如果你收到的话 到时候记得要扫描 在礼盒上面的二维把 里面呢 就可以听到我们俊俊 特别为大家录制的 祝福和留言 哎呀 你都安排的明明白白 然后也欢迎大家 把你的祝福和留言 留言给我们 在评论区 让俊俊 get到大家的这个心情 你想说的话 有什么想说的 这个眼 嘴唇上什么眼 喜欢什么色号都可以 好 那最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 马上接近尾声了 那俊俊还有什么话 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非常感谢 喜欢我的 俊卫仙 我的粉丝朋友们 然后呢 这个 今天 这个时光 非常的短暂 和大家 聚集在color key的直播间 然后分享了一些 关于这个 这个咱们美学上的 美商的分享 也非常感谢大家 对color key的支持 咱们今年 这个不仅 这个logo全新升级了 然后呢 咱们这个系列也升级了 咱们主打一个空敏感 这个不管是这个 唇部 还是这个 眉笔和这个 眼部 眼部 都做了全新的升级 希望大家也多多关注 好的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恭喜发财 谢谢我们带人人工俊 拜拜 拜拜